E-SIM卡 在之前影片其實還蠻多人在底下問我們說 去日本的時候要使用E-SIM卡 SIM卡還是Wi-Fi機 所以呢 在這次我們兩天一夜的東京快閃之旅 我們使用了 E-SIM卡跟SIM卡 還有就是我們之前用Wi-Fi機的一些經驗 我們會在這一集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呢 除了比較E-SIM卡 SIM卡跟Wi-Fi機以外呢 我們會手把手的教大家 如何設定E-SIM在你的手機 以及SIM卡的安裝 那Wi-Fi機的設定其實很簡單 就是找到你Wi-Fi機的名字 然後輸入密碼而已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設定我們的E-SIM卡吧 那今天拿E-SIM卡的是你 我拿SIM卡 因為我們要測試這兩個的差異跟速度 沒錯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設定 我們這次E-SIM卡跟SIM卡 其實都在KK Day上面買的 如果大家想要直接購買的話 你可以點我們資訊欄的連結 那我覺得蠻方便的是 KK Day它裡面 它其實有教你 E-SIM卡的設定步驟 它其實有個連結 就是跟你說 你是IOS系統還是Android系統 它就有一種一步一步的教學 我現在就在開始看 首先呢 你就是先進入設定 點選行動網路 下面點選加入E-SIM 然後點選使用行動條碼 這個時候呢 使用行動條碼 它在搜尋 接下來呢 點擊繼續 那在等待它的同時呢 就跟大家特別說明一下 E-SIM卡呢 你必須要在有網路的情況下才能使用 所以通常呢 我們建議大家就是在 像我們是今天去日本 就可以在機場設定 或者是你想 你提早幾天設定也可以 那就等一下有一個步驟呢 就是你可能要等到 去到日本的當下才能打開 就是一個漫遊的設定 那其他步驟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E-SIM卡 你都是以天為單位的 就如果你提早打開了 你就開始使用那個天書 所以你可以先設定E-SIM 但是你可以先不使用E-SIM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大家是使用我們這個連結的話呢 我已經跟KK在確認過了 你是可以在出發前先設定好 就不要先開啟漫遊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其他E-SIM的話呢 就建議大家就是跟官網做個詢問 那我們剛剛等了大概一兩分鐘左右 好以後呢就按繼續 這邊呢 首先你要點選次要 怎麼這麼多步驟都是上面沒教的 我們剛剛點的應該都是對的啦 這邊呢比較注意的是 就是這裡有個數據漫遊 現在目前是關閉的狀態 只要你按打開 就開始使用 所以你就是設定完的時候 這邊就是先不要打開 然後在這邊呢 就是行動服務這邊 你的行動數據目前是主要 等到你到日本了以後 你就可以切成次要 再開啟漫遊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網路了 預設語音號碼的部分呢 就是還是使用主要 就是你原本使用的SIM卡 就可以繼續接收電話跟簡訊 因為E-SIM卡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享用網路的同時 你也不用換卡 那現在呢我們設定就設定好了 那SIM卡的安裝部分呢 因為我還想在這裡用一下 我自己的網路 所以等一下我就在飛機上面安裝 給大家看 那我們待會見 好接下來是在飛機上安裝SIM卡 首先呢拆開SIM卡包裝 裡面呢就是有一張 安裝SIM卡的說明書 首先呢可以看到SIM卡這邊 那這個SIM卡是三合一的 還會再給你一個PIN針 接下來第一步我們就是先拆開 手機的保護殼 使用PIN針把我們的SIM卡拔出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手機螢幕要朝上 如果你像我一樣朝下的話呢 你拿出SIM卡的同時 你的SIM卡就會掉下來 接下來呢我會先把我的SIM卡收到 它這個保護套裡面 那同時把PIN針放回來 因為等一下用不到了 然後呢我就把他的 日本SIM卡先拔下來 因為我是最小的SIM卡 所以就是把外面的殼全部拆掉 那就像剛剛所說 用正面插回SIM卡 這樣子SIM卡的插入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到手機的設定 首先呢你就先按行動網路 接下來呢按行動數據選項 打開漫遊 打開漫遊以後呢回到行動服務的頁面 然後選取行動數據網路 在這邊呢就是可以輸入 剛剛那張紙上面所寫的APM的英文 以及使用名稱還有密碼 那這邊特別講一下最原始的時候 我就輸入在MMS這邊 輸入完以後呢是無法正常使用的 接下來呢我又輸入在上面的行動數據這邊 還是無法正常使用 最後呢我就是重新開機以後才可以正常使用 好啦那現在我們就是在等check in 那來跟大家這邊做個總結 就是我們使用eSIM卡跟SIM卡 在這一次的東京快閃的感覺 我個人SIM卡的網路 我是覺得比Wi-Fi機順 我其實還是有偷偷看影片 對我還是有偷偷看影片 那他說你看影片看太久 有可能會就是限制你的流量 如果你流量沒有滿的話 可能我沒看很多啦大概四五步而已 我個人覺得還好 使用起來的速度我覺得比Wi-Fi快 整體感覺也滿不錯的 唯一讓我覺得不是的就是 一先開始在裝那個SIM卡的時候 對我就按照它的指示 都還是沒辦法連網 後來我提醒你要重新開機 你叫我重新開機 然後就可以了 可能大家這邊要注意啦 就是你安裝SIM卡如果沒有辦法 連通網路的話 你就是重新開機看看 對 那eSIM卡的話就是直接 就是設定好就可以使用了 對 那Wi-Fi呢 我們之前都是用Wi-Fi 主要是因為它便宜啦 然後我們對於網路也沒有特別的追求 想說便宜就好 對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拿來幹大事 就是說Wi-Fi機 通常在大家都沒有特價的情況底下 Wi-Fi機會最便宜 對 但是有時候像KK Day啊 或者是一些平台 它有可能會有一些特價 在eSIM卡的部分 就有可能會比Wi-Fi機還便宜 對 那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有看到這種特價 已經跟Wi-Fi機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eSIM 那eSIM它的缺點 我覺得就是 它有限制機種 就是某個特定機種以上 才使用eSIM 可能太舊的機種 就沒有辦法使用eSIM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在這邊的話 我就是列出一個標格 上面就有一些我們的 比較 那大家可以針對自己的需求啊 就是依照這個標格 來給你的參考 首先先來介紹eSIM的部分 那我們換算下來啊 這次在KK Day 所買的eSIM 平均一個人呢 是22塊 每天 所以兩人的價格呢 每天平均是44塊 在SIM卡的部分呢 兩個人的價格是144塊 那Wi-Fi機的話呢 一天是108塊 因為我們這一次eSIM呢 在KK Day上面是有特價的 所以當你有看到特價的時候呢 eSIM覺得是非常的划算 那以流量的部分呢 以上面這個價格 一個人一天最便宜是0.8G 那SIM卡的話是0.5G 那Wi-Fi機的話呢 它呢就是每一天的一台機台 就是固定的流量 那這邊我們看到 這個價格是10G 那根據我們這次兩天一夜行程 我們大概一個人一天是使用1G的流量 其實如果你是買0.8G 或者是1G 是蠻夠用的 因為這流量超過了以後呢 它是降速 而不是直接斷網 那如果擔心的話呢 也可以買到2G 在eSIM的部分 流量又滿後 是降到384K 那SIM卡是降到128 跟Wi-Fi機一樣都降到128 手機的要求呢 eSIM卡的手機要求是最高 SIM卡跟Wi-Fi機呢 其實對手機要求非常少 尤其是Wi-Fi機 只要能練Wi-Fi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先講優點的部分 eSIM卡呢 像剛剛所說 我們的成員呢 大家都是可以分開行動的 那設定跟安裝呢 也是相對容易的 主要它只是設定而已 它不需要安裝任何東西 那接下來SIM卡的部分呢 一樣就是旅遊成員可以分開 那第二個優點就是它的限制很少 其實相對老的機型 也還是可以用SIM卡 那最後呢是Wi-Fi機 Wi-Fi機呢就是 如果你是多人分攤的話呢 Wi-Fi機的價格就有可能 是最便宜的 然後對手機的限制也是很少 主要是可以連Wi-Fi就可以了 接下來講缺點的部分 缺點的部分的話 eSIM卡呢 手機限制最高 它必須要是相對於SIM卡跟Wi-Fi機來說 就是相對新的機種 SIM卡的部分 就是它需要拆裝SIM卡 而且像這次我們經驗就是 它的設定也是會有一些難度 還有一個我認為是缺點呢 就是SIM卡你必須要提前領取 或者是請別人寄送過來 或者是你在陶雲機場 或者是日本的機場 要去領取 接下來是Wi-Fi機的部分呢 Wi-Fi機第一個你要注意會沒電 我們之前在日本的經驗呢 如果你用Wi-Fi機 從早上可能用到晚上的時候呢 通常就會發現斷網 就是因為它沒電了 那設定的部分呢 就是要輸入Wi-Fi的密碼 那旅遊成員的話 不可以分太開或離太遠 要不然離Wi-Fi機太遠的人 會連不到網路 最後一個呢是租借手續不易 就像我們之前的經驗呢 如果你是太早的航班 那你可能就不能選擇在機場領取 就要選擇先寄送到住宅 還機的話呢回國以後呢 通常就是到還機箱去歸還就可以了 就相對於E-SIM卡跟SIM卡而言呢 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E-SIM卡就直接刪除E-SIM就可以了 SIM卡的話就直接把SIM卡丟掉就可以了 但Wi-Fi機你不能丟你要還它 那最後呢我有就是統整了一個最適合的族群 那如果大家就是還不確定 你E-SIM卡跟SIM卡還有Wi-Fi機 哪個適合你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看這個最適合的族群 那最適合E-SIM卡族群呢 第一個就是你手機要夠新 第二個就是你是單人旅遊 或是多人但有可能會分開 第三個就是你的流量要求並沒有很高 第二個SIM卡呢 適合族群就是你手機沒有很新 你無法使用E-SIM 其他呢就跟E-SIM一樣 就是你是單人或是多人但會分開的團體 那流量需求也不高 那Wi-Fi機呢就是你是多人旅遊 但是都不會分台開 那流量需求可能會比E-SIM跟SIM卡大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的通真表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難抉擇 你有看到不錯的東西 然後想問我們也可以在底下的留言處 就是留言問我們 對就是大家如果有問題 直接在影片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因為我有時候也很忙 所以我可能會忙完以後就會回覆大家 對沒錯 那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E-SIM卡跟Wi-Fi機沒有差太多 我會使用E-SIM 因為E-SIM第一個是 像你去上廁所我是拉屎 我們車離那麼遠 然後我們使用Wi-Fi機 就是有一個人會斷網 但是像我們這一次就是 假如分開我們都有網路 其實是非常棒的 就是非常的自在 對你不會有壓力 再來就是網路又比較順暢 對 那今天的SIM卡E-SIM卡跟Wi-Fi機的網路比較呢 就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